青山發電廠是世界上其中一座最大的燃煤發電廠 它有八台機組 每台機組每小時所發出的電 已經等於六百個家庭整個月的用電量 九龍和新界區超過三分之一的電力 都是由這個發電廠所發出的 這裡是發電機組最重要的部分 黃色是高壓渦輪 藍色是低壓渦輪 藍色是最重要的發電機組 它整個機組是串連在一起 每分鐘的轉速是三千轉 在葉片最快的地方是比音速快 我入行時在80年代是用燃煤發電 當時我記得在廠裡是要很多人手 在機組控制至廚房管理 其實是很人手密集 跟現在相比來說 現在已經進步很多 自動化的機器 令到我們在操作上可以減少人手 其實在下面我們是一個運行區域 也是我們的禁區 你看到它沒有人 其實我們在我們的控制室裡 其實是二十四小時 監禁阱所有儀器的進行 因為它剛剛有問題 我們現在都在找收尼 當一個警告出現的時候 它要度一個即時的反應 究竟在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要做什麼的決定 它們當時的反應 其實是由它過去十年或二十年的經驗 在發電廠裡面 操控發電機叫做開車 而開多少部車 是視乎市民當時的需求 發電廠體積龐大 它大部分的設施 都是為了要令發電機轉動 而推動發電機的原理 都是大同小異的 一般延回發電廠的運作流程是這樣的 燃料也就是煤 會由廠外的運煤船或者煤牆 送到入廠裡面的窩爐燃燒 窩爐上面的水被煲滾 產生出水蒸氣 被送到窩輪機組推動窩輪機 連接著窩輪的發電機 就會同時轉動發出電力 再通過電纜送出去 這艘船叫青山號卡蘇皮 可以載到有14萬噸的煤 入口的煤主要都是在近亞洲區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在印尼、中國 或者有一部分是由澳洲來的 不同國家的分別都不大 我們主要是要求一些優質的低流 我們現在平均燒的煤 含流量都是0.5% 甚至有些低度是0.1% 其實煤是越來越近的時間 煤是不同的 不同特性的 我們燒一些叫無煙煤 這一天煤的話 藥幕可以追蹤到 是朱羅紀的時代 射煤用的連續射煤機 兩部機加起來 每小時可以射到3000噸的煤 等於180部貨櫃車的份量 不過都要連續不停工作4天 才可以將船上的煤全部射光 這個連續射煤機 怎樣清發都好 還有餘下的少量的煤 會留在船艙那裡 我們一定要將每一粒煤 都要清掉 主要的原因 煤也是要淺賣 所以我們最後會 吊一部虛土機 將所有的煤 推一堆 就由這部連續射煤機 全部射光 可以簡單來說 一粒也要拿 發電廠前面 是廣闊的煤牆 它可以容納多達100萬噸的煤 足夠發電廠40天使用 為了可以令發電機 24小時不停運作 即使是10號風球 煤牆工人都需要如常工作 做煤有幾件事要克服 第一件事一定要不怕骯髒 你看上去黑的 摸下去很容易 衣服又會黑到黑 有事實 和麵都黑了 另外一個位高 如果你看我們很多設備 都很高 你一定要不怕高 否則你也上不到機器上去做事 現在供應港島區電力的是南丫島發電廠 我們的電廠最大的特色 有三支煙通 在港島的南部 都可以遙遠地看到我們的電廠 我們選擇發電廠 當然有幾個要求 第一地方要大 第二要比較遠離民居 另外一個要比較容易 物料可以供應給我們 因為我們燃煤需要很多物料 等於煤、水等各方面 在我們的電廠開始設計的過程 我們都希望將電廠 變成綠色的電廠 當我們的第一台機組 投產之後 我們已經開始直樹 其實你看到很多樹 都很高、很大 其實已經在土地上 生長了二十多年 跟電廠一起長大 南丫島發電廠比青山發電廠小 但是都可以儲存多達四十萬噸的煤 煤粒 由煤場送入波爐之前 會先進入一個大樓斗 然後流落下面的磨煤機 這個就是我們的磨煤機 因為現在維修 所以就是拆開了 那些煤就在這個 上高 就在這個洞 掉下來底下 這個磨盤上高 這幾塊就是磨煤機的磨 轉盤轉動 那些煤就在磨碎了 為什麼我們要磨成這麼幼的粉 就因為如果太大塊 就放入磨爐裡面 就不太容易燃燒 當它磨成很幼的粉的時候 就很容易燃燒 這些煤粉 就跟著用葉風出入磨爐裡 這樣就燃燒 燃煤會留下很多煤灰 積聚在磨爐裡面 所以工作人員每天都要到磨爐看火 確保運作暢順 每年到了秋冬 即是用電高峰期過了之後 就是維修發電機組的時間 其實我們這個套大修的工作 尤其是在這個氣輪機裡 所有的工作人員 那件衣服都很特別 是沒有袋、沒有樓 防止它們不小心掉下去 就像如果那些人 就將一支筆掉到鑽子裡面 當它轉成3000轉的時候 就會將這些這麼精細的葉片 就打爛了 導致這個機組轉壞了 這天 南丫島發電廠發生火警 廠裡不自設的消防隊 立即出動救援 現場有煙有火 我們雙方都控制不住了 要求施發生火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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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次火警 只是發電廠和消防署 每年一次的聯合消防演習 因為發電廠需要處理 大量易燃的燃料 所以電力公司都會設立 自己的消防隊伍 以防萬一 發電 發電需要穩定的燃料供應 在戰後的一段長時間 香港都是燃油發電 直至1982年 青山發電廠和南丫島 兩間電廠相繼落成 香港就逐步改為用煤 作為主要的發電燃料 其實在70年代 自從石油危機之後 很多的發電公司 都轉用煤發電 它的好處就是 我們不用再依賴 單一的燃料去發電 到了90年代 中電分別引入核能發電 和建造了龍骨灘天然氣發電廠 現在它所用的燃料政策 是每樣各佔三分之一 這裡是距離香港50公里的 大瓦灣核電廠 1986年 當興建大瓦灣核電廠的消息公佈 曾經引起香港人強烈反對 當時發生了 切爾諾貝爾核電廠事故沒多久 令香港人非常懷疑核電的安全性 大瓦灣採用壓水式反應堆技術 全球半數核電廠都是屬於這個類型 技術由法國提供 核電廠在1994年落成頭產 過去十年 大瓦灣都安全運作 電廠外面架起的高壓電纜 一路連接到香港的電網 將核電廠百分之七十的電力輸到香港 大約等於香港四分之一的用電量 核電用的燃料 是輻射性元素有235 來自中國四川 當燃料混入核電廠的時候 已經裝入防輻射的核金燃料組件之中 這裡是核電廠的燃料廠房 在水下面一支支長達40米的金屬長條 就是大瓦灣核電廠用的燃料組件 每個組件可以使用三年 有235所含的能量非常大 所放出的能量是煤的270萬倍 用完的燃料組件 仍然含有輻射 所以會在水池裡放置十年 之後就會運到西北地區埋在地底 在廣東的松化 有一個水庫風景區 水庫的後山有一個隧道入口 隧道一直通到深埋在山裡的 一間速水能發電廠 而這間電廠在香港的電力供應上面 扮演一個特別的角色 大瓦灣24小時運行 用核能發電 那個發電量是沒有調節能力的 我們不希望它經常開開停停 增加它的風險 市民的需求 用電量的需求 一口和晚上是有一個差別 晚上是低過一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需要另外一種工具 來調節電的需求 發電廠的電力是不可以儲存的 所以如果大瓦灣有剩餘的電力 就會造成浪費 而速水能電廠就是減少浪費的方法 它能夠將大瓦灣剩餘的電力吸收 速水能電廠包括上下兩個水庫 以及在山下面的發電廠 在用電量低的時候 速水能電廠會用剩餘的電力 將水由下水庫抽到上水庫 到日頭用電高峰期 水就由上水庫放下來 推動水輪機 令發電機轉動發電 這個廠四分之一的電力 是會提供給香港使用 我們現在看過去 其實是這個發電機 整個機組的最頂部 它是垂直建設的 重化速水能電廠 供電給香港的機組 是由香港遙控 當到達日間用電高峰期 中電的大埔系統控制中心人員 就會指令速水能電廠開動 遠在400公里外的重化收到指示 機組巨大的水龍頭立即打開 水就會衝入機組轉動水輪機 圓形的碟就是我們的水輪機 不要看它小小 它其實已經足夠提供 三百兆瓦的動力 香港的天空近年總是灰蒙蒙一片 很多人都歸咎於珠江三角洲的工業排放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自己用電的時候 其實都在污染環境呢? 根據環保署的資料 在2002年 兩間電力公司總共排放了 本港七成的二氧化碳 近九成的二氧化流 四成五的淡氧化物 三成七的懸浮粒子 那麼電力公司有什麼方法 去減低延煤發電對環境的影響呢? 這個煙通有250米高 是當時在亞洲水泥建築物最高的 那個煙通之前呢? 我們就有一個叫做淨電除塵器 我們用一些高壓的電力 將那些塵埃呢? 就用淨電的方法呢? 將它吸收出來 我們可以吸收到百分之九十九的塵埃呢? 是全部吸收出來的 在減低淡氧化物方面 兩間電廠都已經安裝了特別的裝置 可以減少一半淡氧化物的牌坊 而在港燈南亞島電廠裡 較新的機組都安裝了脫流裝置 幾乎可以將這幾個機組 排出的二氧化流全部清除 中田表示 亦都有計劃在未來幾年安裝脫流裝置 他們現時是會選擇購買低流的煙 其實他們不是不好做的 但是呢 我們會見到其實一個很諷刺的地方 你往往用這些控制環境污染的設備 是會用更多的能源 消耗更多的電量去用在這些設備身上 這個惡性循環其實停止不了 如果一天它是繼續用化石燃料的時候 我們一天都要用這些設備 化石燃料之中 天然氣是被視為較環保的能源 龍骨灘的天然氣發電廠 在96年已經投產 它的氣體排放比較少 而這裡的機組設計 更可以令它比燃煤發電 產生多百分之三十的電力 政府表示 希望電力公司增加使用天然氣 減少用煤 現在在南亞島 港燈也正在興建天然氣發電廠 位於海南島熱南90公里的崖城氣田 是目前香港天然氣的來源 天然氣會通過長達780公里的海底管道 直接泵到龍骨灘 雖然天然氣又乾淨又高效率 不過崖城氣田的供應量低於預期 結果令到中電在03年 反而需要多少接近50%的煤補充發電量 我們24小時都需要電 但是發電又會帶來環保方面的問題 化石燃料也都有用盡的一日 中電 中電 中電